第十四课 保护地球母亲 课文一 李静要出差 王静和李静在聊天 这是明天你出差要戴的毛巾 牙膏和牙刷 把它们放到箱子里吧 不用拿这些 宾馆都会免费提供的 再说箱子已经够重的了 我当然知道宾馆里有 你不是一直说要保护环境吗 现在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 行 没问题 我明天上午十点的飞机 你能开车把我送到机场吗 那个时间路上堵车多严重啊 你还是坐地铁去机场吧 这样不仅省油钱 而且还不会污染空气 好 那就听你的 课文2 经理和服务员在谈工作 小王 卫生间怎么那么脏啊 这会给客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快去打扫一下 经理 实在抱歉 今天店里太忙了 我还没来得及打扫 那张桌子下面还有一些空饮料瓶子和纸盒子 好的 我马上就去把它们扔掉 以后你一定得注意这个问题 不管客人多多 生意多忙 我们都要保证餐厅干净卫生 经理 您放心 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 不过咱们真的应该再多招聘几个服务员了 生词 卫生间 脏 抱歉 空 盒子 扔 已 速度 课文三 孙岳和王静在聊关于环保的事情 早上听新闻说 明天有一个叫地球一小时的活动 你对这个活动了解吗 这个活动年年都有 最早是从2007年开始的 明天晚上很多人都会关灯一小时 支持这个活动 你没看到门口的通知吗 我们公司也参加 真的吗 太好了 既然明天晚上公司会关灯停电 那么我们肯定不用加班了 看你得意的样子 还以为你高兴是为了支持环保 原来是因为不用加班呢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我当然也支持了 对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活动啊 其实目的挺简单的 就是提醒人们节约用电 希望引起人们 希望引起人们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关注 生词 地球 既然 停 得意 目的 暖 课文4 塑料袋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 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可是 它的大量使用 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于是 一些国家规定 超市 商场不能为顾客提供免费塑料袋 并且鼓励大家购买可以多次使用的购物袋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环境 因此 请大家节约使用塑料袋 或者购物时自备购物袋 甚至 拒绝使用塑料袋 虽然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 但这样做 可以减少塑料袋的使用数量 对环境保护有很大的作用 生词 塑料袋 于是 鼓励 拒绝 减少 数量 课文五 保护地球环境 并不是一件离我们很远 很难做到的事情 实际上 我们只需注意一下身边的小事就可以 例如 夏天 把空调的温度开得高一些 出门时 记得关空调和电脑 这样可以节约用电 少开车 多骑车 或者常坐地铁和公共汽车 这样能降低空气污染 还有 养成把垃圾丢进垃圾桶的习惯什么的 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小事 但却有实实在在的效果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 只有大家共同努力 减少污染 保护环境 才能使我们的家变得更美丽 声词 温度 乘坐 丢 垃圾桶 美丽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